今天在這間關門的紅色關燈的空間 有穿到大廚的人在那邊走來走去 又幫人來點餐來送菜的這種奇怪的地方 其實是台南市區最近開幕的一間餐酒館 很有感覺啊 進來就是音樂氣氛什麼的 都很有地服的感覺 然後還有服裝 然後那邊有帽子跟那些扇子什麼的 先扮成什麼 這應該是黑白無常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我就看到什麼 覺得好像差不多就拿起來照 餐酒館的精神是這小金鍊 明明說夜情關係維持不下去 才來收大後來這七月夾這裡 有行銷到創業的背景 從這裡搭著必行的音澤 帝富鴻家餐酒館 二人客館就設定在少年做餐 我們就是想要做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相信這在台灣應該是還沒有人這樣做過 那這整個設計 那包含構思就是 像是我們附近廟宇比較淋漓 蠻多的 那就是結合廟宇 然後一些這些牛鬼色身的東西 然後想說玩玩看 那沒想到就是做了之後 回想都還不錯 他這個貨物心穿著特殊跑的貨物 跟上整個環境 讓人有恐怖的感覺是真有創意 但是越高怪就越少年人的貨物 就連這個餐店名稱也相當有創意 這點的名字也很有趣 那個炒飯叫那個狗飼料 那個店員叫講的時候還蠻不好意思的 他說拿來你們的狗飼料 因為我們這個碗盤選的比較像狗碗 所以我們就乾脆取名叫狗飼料 就是我們的炒飯 它主體就是以紹興下去做的 還有八皮燉骨 八就是剝皮辣椒 對所以我們用八皮燉骨來做這一道湯的名字 還有這一道菜非常特別 因為它的吃法是要把菜葉包住裡面的菜料 所以我們叫做包包去烘肝 原本已經吃到去給小金店 現在必勝到最地府的餐酒館 剛才提供到餐點和飲料之外 來交店來這裡的人家 想要來Cosplay便宗 店家也有準備的相關的豆腐 給民眾做體驗 因為這裡特別的創意 待來去沒有多久就創作了未來 南天新聞 大家下一個人 蔡方報道